改善改善挺好 我没觉得好哪儿 没觉得 没觉得好哪儿 是吧 因为听着这个笑意吧 没觉得好哪儿 感觉条件不太合适 是吧 对 等于是三代人住这一块 我能买得起 他住了钱 我能住去了就行了 对 大家好 我是紫禁城下的胡虫 今儿咱们继续到中古楼周边的胡虫 进行腾退人员的走访工作 听一听每个家庭的不同情况 记录这一历史时刻 这是一位大妈和儿子 来到腾退办 进行有关事项的咨询和登记 咱们具体听听是什么情况 了解了解咱们老百姓的这个情况 是吧 用于腾退千家万户 是吧 那这儿还不是要申疑什么的 你爸说这地步早晚得搬 早晚得搬 留不住 就是条件的问题 留不住这地儿 要不是能接受老百姓能接受 我说真改善了 哎 我我们就愿意走 是是您说这对 好多东西 我搬出去以后太困难了 有些东西是真困难 上班就远了 对 看病 看病老太太这也没人管了 要家住这儿的时候 城里头还能伺候老太 方便 方便 什么都方便 对 到那儿好 六环了 真是太远 设备还都不太急 不太急 没配套呢 对 但是您让我们改善什么呢 房子是改善了 咱这确实得 房子是家大了 对 可是 别的地方都不太方便 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得到 对 特别好的改善 交通不方便 交通看病 对 是吧 孩子将来这东西 你让这孩子上班也是 媳妇上班都远了 一下子都远了 哦 还真是 您您在哪上班呢 我现在均衡 在这个四大口 哦 四大口 那还是离这边进 我这住到63年了 是这个 住多长时间了您 63年 63年呀 57年来北京 58年就搬到那院里了 哦 58年搬到院子了 哦 你从哪过来的 我从湖南乡南 哦 乡南 哈哈 彭德怀的街坊 哦 哦 那您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我原来是父亲在这个上班 父亲 跟着父亲过来的 哦 父亲在原来不 原来都好多货能饭馆嘛 人家东西的开货能饭馆 哦 开饭馆 哦 大货开饭馆那时候 哦 明白了 后来您是做什么工作 原来我在一通用上班 在沙河那边 沙河 一通用上班 哦 沙河 我知道 我知道 挺好的 我看您 您今年高少 我83呢 83了 我这条件现在很好 很好 就是给政府照顾 党的关怀 给的灵活性 我就能解决问题 现在我说三代 真是 孙子28了 我现在也不能离开人 去这摔一根头 走不了道 看面称问题 在商店里面就看出问题问题 你说这没错 可是我的孙子 我也必须地扳回 为什么 他是主要的 现在我那个 后多少岁的 对吧 对 就好说了 对 就我现在条件就是 我的房子 就20来户匹目米 哦 就是我的名项 哦 就一个房本 哦 儿子孙子都没有 都没有 都没有 可是我四个儿子 哦 四个儿子 四个儿子 哦 嗯 现在四个儿子 四个儿子 四个儿子 有四个孙子 明白 孙子还要存孙子了 明白 凑着一块 就16口 哎哟 16口 大家庭 按照我来说 应该要一大巨石 对对对 听门的 100和19多 对 这都不要就多吧 对 这些孩子来了 能在一块吗 能都不来 都没怎么待 嗯 就是过年过节来 他因为我在 他说 等我走了以后 他们也不会来 对对对 嗯 之前我的要求就是 给我两个两个就许就行 对 文化就许就行 对 嗯 这个条件 我也不跟这个天下麻烦 明白明白 嗯 我这就要这条件 行 祝您心想事成 哈哈哈哈 谢谢 祝您心想事成 谢谢 多忙 祝您健健康康的 中国照顾我们 等的官方 多好 给一点照顾 谢谢 老太太真好 真好 给照顾 好嘞 好嘞 这段时间 我们将持续报道 这个地区的走访情况 敬请关注和留言评论 好嘞 非常好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